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度感谢各位的邀请 让我与各位分享日本在公正转型方面的经验 我先给各位一些背景资讯 日本的重要政策中并没有直接点名公正转型的概念 比如说能源的政策文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第六基础能源策略 这份文件每三四年就会更新一次 但是如果各位在这份文件中搜寻公正转型 其实是找不到这个词的 另一个重要的政策由经济产业省提出 也就是绿色成长策略 跟欧洲的绿色政纲类似 这个策略也没有提及公正转型 因此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和利害关系人 可能会误以为日本政府并没有将公正转型纳入考量 但这并不正确 因为这些文件的确探讨了许多公正转型的相关议题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针对太阳能的探讨 希望太阳能产业能持续成长茁壮 也针对废弃太阳能版的处理 有很多相关讨论 太阳能产业的成长 其实对日本的乡间风景破坏胜据 大家都希望能进行更多的公民讨论 也要妥善处理寿命终了的废弃物 再来就是这个寿命终了的这个装备 是有废弃物的 日本的汽车产业非常的重要 有非常多人在汽车产业就业 所以工程转型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想要把日本的这个加油站 变成一个综合能源中心 我们另外也有在看这个汽车的零件供应商 比如说我们要从 我们有一点担心就是这个传统汽车的 这个零件制造商的员工会因此失业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供应链一部分 慢慢地转来做电动车的零件 所以日本政府虽然不特别地讲公正转型这件事 但是还是有大概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报告 有总结一下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 包括几个礼拜之前的这个公正转型的报告 是我的同事 是九州大学的我的研究人员做的 这个是对日本的这个公正转型的总览 再来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 他讲了很多海外的类似的经验 然后再来是 这个是有一个研究的网络 他研究网络包括学者 也包括一些政治领袖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告 他们从其他的报告里面汲取了很多的灵感 然后讲到了非常多的这个产业的转型 包括这个化工核能等等 在能源转型中 我们当然也还是会包括核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日本政府 是有在注意这个各个产业的转型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汽车产业 因为汽车产业会有大概20万的 20万名的员工 他们的生计受到影响 这个是在 特别是在这个东海 东海其实 有一点像一个小小的县 他们这个地方是有 生产非常多的汽车零件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他们风险会比较高的地区 所以日本政府 其实非常清楚 这个方面的影响跟风险 那我之后在这个报告之中 也会详述 我现在也想很快地讲一下 这个能源产业 我还是先回到上一张同影片 我们现在有看到这个是化石燃料 还有这个天然气 好 我们先还是先看能源产业 我们 这个是日本的这个能源的来源 是还蛮混合的 我们大概32%都是燃煤 然后我们也有用核能 但是核能的占比非常的小 大概只有6% 然后这个比较重要的是 这个可更新能源 我们的希望是在大概10年之内呢 把可更新能源的比例翻倍 然后这个核能也希望 可以到这个辅导核灾之前的比例 这个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困难 然后呢 我们减少 天然 液化天然气跟燃煤的使用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非化石燃料的比例 提升到大概60% 好 再来就是因为日本的这个人口也在缩小 其实我们需要的电也会比较少 大家可以看到在日本太阳能产业 有非常大的成长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大概是全世界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 然后再来呢 就是美国 美国大概是中国的四分之一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其实这个是非常大的成就 因为我们日本的这个太阳能 其实使用的比例还赢过德国 大家如果想一想 日本是一个这个非常地狭人筹的国家 但是我们使用了这么多的太阳能 这个是 它这个 平均来讲这个比例 就算比起美国跟中国也是高非常的多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让太阳能产业有非常卓著的成长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这么小的国家里 做出了 用太阳能发这么多的电 那我们这个 跟公正转型相关的问题 就是废弃物的处理 这个废弃物的处理是 日本人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因为这个太阳能板 它会到了一个寿命中了的时候 那这个大概 太阳能板可以用个20年 所以呢我们可以预期 大概在10年 也就是大概2030左右 就会有非常非常大量废弃的太阳能板 所以我们到时候就会有非常大量的废弃物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大概会有80万吨 这个跟公正转型息息相关 这个政府曾经有做过调查 去问过这个太阳能的厂商 就是你们有没有先预先留一点预算 来到最后到时候可以拆掉这个太阳能板 还有处理这一些废弃物 甚至可以重新利用这些废弃物 那大部分的厂商 其实都完全没有这个计划 完全还没有这个打算 因为在全世界 其实大部分的太阳能厂商 都没有受到法律的约束 他们并不需要去预留资金 来处理他们的废弃物 这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厂商没有在存钱去处理废弃物 之后我们就有可能 他们就会用非法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废弃物 可能就是丢在那里不管 然后就是丢到大自然中 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风险 是天然灾害的风险 因为有可能比如说烟水冰雹下雪刮风 那这些呢就可能会在太阳能板要退役之前 就已经先坏掉了不能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 这个是被丢弃的太阳能板 这个是大家 也是包括我非常担心的一个议题 因为日本人其实过去有记录 是他们很多东西不要了 他们就丢弃了 就丢到乡下 或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种 就是被弃制的什么 比如包括餐厅 包括加油站 甚至就是丢在路边 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个 就觉得说 好像也不难想象就是以后可能到处都会是 丢弃的太阳能板 正因为如此 日本现在要开始改变立法 所以就是超过这个10度的所有的太阳能板计划呢 他们就必须一定要把收入的一部分 转到一个外部的资金 那这个呢 一定要在太阳能板退役前10年就开始存这个资金 他们每年还要跟政府报告说 我们今年到底存了多少 所以之后呢 才可以把这些废弃的太阳能板 都从这个大自然中回收来好好的处理 我们这个有一些最便宜的 当然就是把它买起来 但是其实他们是 太阳能板其实有非常多这个有害的化学物 有害的物质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景观的问题 因为太阳能厂商 其实他们并不是有很多的这种平地 可以来放他们的太阳能板 所以常常就是放在山上 那如果说呢 有下雨的时候 有时候会造成土石流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生态安全是危害胜据 那当然附近的居民很害怕 就是说我家附近会不会有土石流 然后这个厂商赚来的钱 其实也没有再回馈到当地的社群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他也没有为当地人 创造任何的就业机会 所以跟燃料 发电比 太阳能板在这个方面真的是比较弱 所以呢 正因为如此 大概80%的当地政府 他们都没有办法找到好的位置 来放这个太阳能 再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种 现在这种大规模的太阳能专案呢 像比如说这个 大家看到 都一定要做环平 那如果是小的 小一点规模的专案 那就是建议你做环平 但是不需要 那他们也是希望你 希望这个厂商能够预防一些风险 然后跟当地的居民 就是更有互动 那再来就是 有一些当地的政府呢 也规定说 不管是这个 计划的规模大小 都一定要做环平 我们再很快来看一下 这个运输产业 就像我刚刚说的 日本政府其实没有用 没有真的用公正转型这个字会 但是呢 因为转型成 电力车所造成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却经过非常多的人讨论 包括这个汽车业 媒体研究人员等等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日本的政策 大概从2035年 日本已经宣布他们会禁止贩卖 所有的这个传统引擎 那但是还是可以有这个混合的车 这个让大家都非常的震惊 震惊之后呢 就会有非常大反弹的升量 那当然最大的这个 升量最大的就是 日本的这个汽车工业 和Toyota 他用非常 他在非常公开的发表 对政府政策的反对 他就说我们的汽车产业 会完蛋 然后会有很多很多人失业 就像大家 我之前给大家看的 我们这个预估 大概只有20万人会受到影响 但是他就把这个数字 非常的夸大 这个不过当然 这个也是包括供应链里面 其他就是大家比较看不到的工作 包括这个零件制造厂之类 所以呢 他们就展开了一个 抹黑政府的宣传 这边看到的是 现在他们就进行的各种宣传 强调在日本有超过550万人 是受雇于汽车产业 他们也强调敌人是碳 而不是内燃引擎 所以这边也提到的是 如果我们停止了 传统汽车产业的运作的话 当然的话可能会造成 550万人失业等等 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夸大的说法 但是的确如果进行转型的时候 的确会造成汽车业 许多人的员工 当然在未来 其实比如说油电混合车 还是能够继续的生产等等 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在去追求电动车发展的时候 全日本其实有很多的加油站 那每年的话 加油站的数量都以2%的速度在萎缩 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人口减少跟老化 另外一部分是因为 燃料的效能也越来越高 所以造成很多的地区 都会发现到加油站废气的问题 所以这也会造成他们希望能够转型 比如说在这样的 废气的加油站当中 可以去提供很多的新的服务 或者是比如说这种能源的枢纽 会提供比如说电动车的充电 轻气充电 共产的服务等等 当然日本政府也了解 在转型的过程里面 会有部分的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 所以他们针对了 比如说汽车零组件的这个产业 也会有很多的辅助 跟成长的策略 希望在未来可以透过转型的方式 让这些传统汽车零组件的厂商 转型到电动车的零组件厂商 他们希望能够去举办各种 比如说训练啊 人力资源转型 还有各种的说明会 以及各种不同的设备采购的补助等等 那在 Mikata这个计划 叫做同盟计划 这个同盟计划是由日本政府的金产省所发表的一项计划 他们希望能够去协助这些的汽车零组件的供应商 然后透过这些说明 让他们能够预知到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什么样的趋势 这是一个势必会发生的问题 他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的策略之后 帮助这些中小企业能够逐渐的转型 那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有这个绿色新政 那日本的话则是有这种绿色成长的策略 希望让这些传统的汽车零组件的公司 能够转型到电动车的零组件公司 现在许多人其实还没有意识到这样问题的存在 他们很多时候都着重在这些的负面的经济冲击跟社会冲击 那在最后我想提供给各位几项想法 现在呢 很多时候我们提到公正转型的时候 其实应该要非常强调 要讨论比如说人员还有劳工等等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产业跟社群 也可能会受到再生能源的冲击跟影响 比如说很多的居民 他们也可能会受到太阳能发电的装置的影响 日本跟台湾一样都地下人筹 能够开发太阳能的区域相对比较小 那另外一点是 开发太阳能和再生能源的时候 也要考量到很多的环境冲击 另外一点则是后代子孙必须要面对的 废弃物处理的责任跟负担 其实国际劳工组织也有提到了 在经济绿化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尽可能地达到包容 还有公平的标准跟原则 那各位看到 我的同事前几年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 他们提到的是虽然在日本现在针对公正转型 这个概念并没有太多讨论 但其实对于日本而言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他们看到在美国有这样的情况 他们有这个能源正义的概念 比如说从一开始的话 从汲取这些石油天然气到处理到运输到制作生产到最后还有废弃等等 所以这个在右手边的废弃还有处理的问题 也是在日本非常关心的课题 如果没有做适当跟妥善的处理 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希望大家能够今天听完我的演讲有所收获 谢谢 谢谢